Gmail的服务 是Google 除了周全以外另外一个重点 为什么 老师现在或同学您现在用的信箱 大部分都是除了学校以外还有用哪几家的 现在应该大家都不止一个 好几个 有的上 两位数的 但是这样很累 太多信箱也是很麻烦 那 您看 除了学校以外 大多数 几乎台湾每个人都会有的叫做雅虎 对不对 那另外呢 家里面几乎都是中华电信的 上网比较多 第四台的当然也有 那所以您可能highnet的信箱也会有 那么 就您的使用经验 雅虎进去 会不会有很多广告信 highnet的进去会不会有很多广告信 highnet的最惨我都牺牲他 只有垃圾没有信 好真的 因为你每天一进去的话 光要处理垃圾性 可能就要占掉你大概五六分钟以上 一天占掉五六分钟 一年就多少 乘以365 再除以60 你就知道那个 好 但用你人称 宝贵时间的那种 很多 那 Gmail呢 他最著名的 除了 他很方便外 很重要就是他垃圾性过滤的机制 以一般来讲 比如说像有些老师同学已经本身就有在用 Gmail 你有没有发现进Gmail看到广告的机会少很多 我大部分 以我自己来讲 大部分是可能一个礼拜两三封 他没有办法完全百分之百 但是 大概还是会有疾风 可是我要处理的就很少 等于说我只要一进来 我就是专心做我的事情而已 就少了很多 外务的干扰 好那这样对我们工作上当然就会比较有帮助 所以呢 您用这个Gmail首先第1个 Gmail为什么好用 它有一个 一般 其他邮件服务比较没有的 功能 平常您会用Outlook或Outlook收信吗 还会有 但是Outlook 或Outlook收信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 当你的信件很多的时候 速度会明显变慢 甚至有可能会当掉 好 那 如果你是用Outlook它那个资料库超过2G 有时候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 有点那个 那您刚刚申请了这个 Google的账号之后 您的Gmail信箱 是多少 7.8G 7.8 绿色是7.8 那万一您 以后觉得这个空间不太够了 您可以在就是在购买 那他购买呢其实真的很便宜 我先给各位稍微看一下好了 您看到 我把它剪到下面 好 到下面这里 您可以看到现在我的是27.5 有没有 因为我多购买了20G 可是20G一年多少钱 美金 我们8乘以3值的话 一年也才150 你看台湾的信箱 Yahoo的VIP的话 一年是1200 有差吧 你平常的大概都 四五百 对不对 但是信箱服务不见得那么好 所以 您如果有需要的 我可以从这边 比如说你看我来用征集 你看他20G你上载就80G 一年20块 20块乘以30 是不是600块 80G你这边有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你的信箱如果到80G的话 你到底要怎么用 除非那你常常是夹在那种大档案 可是一般信 信件的夹 副档大部分都是10MG 20MG以内 所以应该能够用到这么大的机会很少 当然这个空间不只是您可以用在信箱 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包括你的相簿 或者其他的Google文件里面 所以他可以就是再去分配 所以 您可以看上 相对来讲 雖然说Yahoo看起来像全部都是不用钱 但是 您光处理那些垃圾性的时间 应该 你的信命应该不会那么不值钱吧 用生命 去换的不一样 你有在看游戏王吗 同学可能有在看 老师可能不会跨 温倒是幼稚园 所以一点爱跨 有没有那个游戏王 如果他没有怪兽卡的时候 我用生命值承受 用生命值承受 他很快就死翘翘了 就是因为 没什么好 好那个 所以这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说万一真的你的信箱不够大了 可能 可以用付费的 这样简单去解决 那 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有什么好用的地方 那 首先您来看一下就是 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他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 这个 就是我们您在 那个 报告里面看到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绘画群组 因为一般我们的那个往来的邮件 比如说我可能跟你 来来回回这样 往来 大多数是都是 一封一封的信 那 今天如果你要回溯说我们两个在对话之间 谈了哪些东西 你可以用关键字找 或可以用那个email找 可是 有时候是不是会漏掉 可是他这个群组就很好用 你看比如说像我现在这里他后面有二表示我们 来回各一次 他先寄给我然后我已经回给他所以我是在后面 那今天如果是我在前面表示后面这里还有一个 表示什么就是 可能是他又回给我的 所以我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我往下找一下 好比如说像 找一个 我上这个课最麻烦的就是我如果这样做 我的信都给你们看光光 哈哈 也好如何 来 有没有三个 对吧 你看 我把 你也可以全部展开了 预设他会把前面的收起来 所以我就说 我半礼拜已经传上去了 他就说好了 有没有 有缺 然后我就会给他 OK 我已经补进去了 这样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以往我们的做法会像下面这样 就是他寄给我之后下面 就会有那个就是 你就是把那个过程是不是留下来 然后让你的信件变得很肠肠肠肠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透过这个方式也没有变得比较简单 所以其实我现在在回信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都把别人 就是我跟他 回过去他回给我那个后面就把他删掉 因为他老是要看那个 好麻烦喔 因为 干嘛每次都是累积那些不必要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你有这个群组事实上就很简单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他 能够帮助我们 比较快掌握就是信件往来的一个 东西那再来 第2个 请问我们刚讲的你可能有好几个信箱 对不对 平常您都怎么收信 A信箱 去一下 B信箱去一下 C信箱去一下还是你通通把它收在一起 如果您是用这个outlookoutrequest 可以这多个帐号 对不对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Yahoo你不能收 没错吧 Yahoo就要线上 你想要收回来可以 1200块 就可以 但是在美国 免费 所以以前我们是偷跑 以前我是偷跑的 所以我的Gmail还可以收到 Yahoo的信 但是你们现在不行了 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洞堵起来了 他知道你IP从台湾来的 很抱歉 其实你是美国的帐号 直接堵掉 付费再说 那您如果是比如说您还是想要用 outlookoutrequest收信 也没关系 因为Gmail本身就支援POP单 所以您今天申请了这个帐号 您想要加到你的outlook位置outlook都可以 大家一样可以收的回来 所以他没有做这个限制 那 今天呢您可以到右上角这边 因为讲到这个 就必须要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因为呢 像我们在这里 糟糕 这个我把它缩小一点 好 您在这边可能这样比较不容易看到 就是我在这边 事实上我整合了 总共那么多的信箱 因为 我所有的信箱都是透过这边来 你看像我这里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哈密尔的 不过哈密尔现在也不行了 微软的 因为他也知道说 很多人都用这种方式收 所以他现在把这个洞堵掉了 所以我现在也收不到哈密尔信 你一定要去他的网站收就对了 好 现在哈密尔不行 那雅虎的你看有没有雅虎的信 你看他点进去 有没有收到雅虎的信 好 那 这个部分呢 事实上您如果善用 就是说您收信进来 我们可以做标签 我可以知道这是从哪个信箱收进来的 那您决定 您再自己去决定说 我要回信的时候 只有您的Gmail回信 还是用 原本的那个信箱去回信 那这个部分要在哪里设定的 您看右上角这里 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设定 这位进来应该是没有这个背景 你们应该是没有 应该都是白的 对不对 因为你们先没有设定 好 你用Gmail 不是用Google的 就是有这个可以提醒 他会提醒你说按有亲的 进来 那我从右上角这边 设定 有没有 那你的背景主题也在这里 背景主题我记得在IE好像不能用 就是没有 没有真效 进来之后呢 您可以看到 在这里 有一个 帐号 有没有 有一个帐号 所以我从这边 现在呢 我在这里呢 就有 你看 从其他账户检查 有没有发现 我这里整合了这三个 后来我把它 只保留这三个 去掉刚刚 他没有不能用的 那我就可以从这边去做检查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不同的信箱 比如说你在学校还是有一个 对不对 所以您透过这个方式 你看四分钟之前有没有 有一个Yahoo的进来 所以您可以透过这样子 我就可以把它收 那你如果假设 你要现场试试看看 你可以从这边新增 把你的地址打进去 那么 不是打进去地址 就可以收信 因为你要 用那个信箱 因为他会系封证证证证给你说 有个人想要 透过这个方式 帮你做收信的动作 那您同不同意 好如果您同意了 你要 他有一个连结 那你去点 点完了 那你这边才能够正确的把信收回来 那您大概了解了吗 那因为你可能会 从不同地方 收信回来 如果你没有做一个 好的管理 你可能会怎么样 A 也是这个 B也一样都搞不清楚 那这样可能会有些困扰 所以说您可以再善用一下标签 你看这个标签 标签有没有 什么叫标签 你看我左手边 有没有发现有的是工作的 有的是像我社团的 有的是我学器工的 你了解意思吗 你总是不能亲手不分 那个来的你给他这样的优惠 那个来的你也是这样回给他 有时候会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 你要做一个分类 做分类也有个好处就是 轻重款级 工作的优先 那我可能就要先做工作的 所以您可以把它善用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跟各位讲说 您在这边到底该怎么去处理 好吧 您可以先试试看看 看您要不要 把 比如说像学校的 这一定可以通过POP三周 所以您可以试试看要学校的 收看看 在右上角那边 如果说你想要建立自己新的标签 现在因为他有 增加了社交权 就是那幅国家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会多出来 那如果您不要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边 就是在左手边这里 这里会有多一个 如果你不要在 这里检测你就把它按隐藏就好了 有没有 这样把它隐藏起来就可以了 那 预设呢 主要是有这几个 基本的而已 但是你就可以 去决定说要不要隐藏起来 要不要隐藏起来 这样就左手边的空间就会比较有弹性 那我往下 如果你想要建立自己的 你可以从这边 因为像 各位你看到我这边 是不是有工作的 不同的属性 你可以建立标签 那建立标签的时候 就相对 你要设定什么 设定 规则 比如说谁寄来的 是哪个网易寄来的 就归纳到这边 那这样我就可以很清楚 知道说这是哪边的 所以你看你建立规则的时候 下面 可以选择是哪一个信箱收进来的 有没有 或者你是 你有设为是什么标签的 那他才会 有什么关键字的 他才会收到那个资料桨 所以这样以后我们再分门别类就比较简单 当然 这是系统自动过滤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有漏网之鱼 有可能 所以你看我回到我的收件夹 好您看一下 刚才我讲的是在这里 就是标准 适中密集 你看 密集有没有变得很密密麻麻 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的信件很多这样就适合 但是 我大部分还是希望 严厉 不要那么累 所以这样 万一比如说这一封我觉得很重要的 你可以把它勾起来之后 自己来归纳 你了解意思吗 我必定一定要先进去 我们刚刚那种是 那个叫事先规划 但是有些时候是临时起义的 或者是像这样漏网之鱼 我就可以从这边直接加进来 或者呢 你就直接打入新的标签就好了 建立新的 有没有 那你随时都可以有新的东西可以加进来 因为有时候可能暂时性的 暂时性的 比如说 假设我跟雅如最近 比较密切来往 我可以把他加入一个 他专属的标签 那我们两个 之间 我也不用用什么搜寻 雅如 那下麻烦 就直接 点那个标签 像我点这个标签 就全部都是的 有没有 这样您大概了解意思 好 所以 可以像这样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在管理我们的邮件的时候 会变得比较简单 好 那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 你看 结合 有没有 善用邮件 对不对 那 这个呢 封存 老实讲我没有做得很好 因为呢 大家平常信会不会很多 大家平常都 幸福美满 对不对 信真我很多 但是 问题是 当你信件很多的时候 有时候你在处理 这就比较慢 尤其要早 那所以其实你可以 看一下这边 事实上你可以把它封存起来 点到它之后 您看右手边这边 不是在这 我现在 变得比较小 好来 这里 有一个叫做 比如说像这样 我可以来这边 有没有叫封存 封存之后呢 它会怎么样 就不会 比如说这个好了 假设我现在这个 我就把它封存 有没有发现就消失了 但是消失你不用太难过 他并不是把你删掉 他只是不希望你的 看了之后受到干扰 那他会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所有 邮件里面 有没有看到有个叫所有邮件 他会在这边 那你也不用说我一定要来自己找 因为你搜寻的时候 一样找得到 只是 让你 耳根子清静一点 别有那么多杂物 一下又看到他 一下又看到他 那这个是 给各位参考一下 所以说你刚 比如说我刚那个 我点进来 有没有发现还在这里 对不对 他并不是真正删掉 那 你假设真正删掉了 是点到他 进入垃圾桶 进入垃圾桶 那进入垃圾桶也不会马上删掉 要 30天 所以万一你不小心 30天里面 你又随时可以通你的什么 垃圾 垃圾桶里面再把旧的邮件找回 那您大概了解意思 那您可以看到这个垃圾邮件 真的是非常多 垃圾有点好多 所以有时候 偶尔 当然有可能有一两封会被误判为垃圾性的 也许你就需要来这边把他救回来 比如说你觉得这一封 假设 这一封不是垃圾性 点到他 告诉他 不是垃圾性 那相对的 另外有一个动作我倒是蛮建议各位做的 帮忙做的就是说 我们在搜剑桶里面 难免是会有遇到垃圾性 请你不要客气 也让他 回报为垃圾性 所以我现在看到垃圾性我都不客气 不是只有删掉 因为删掉有点 比较消极 对不对 你可以回报给他 那大多数 在收到同样的机会就相对比较差 所以你透过这几个动作应该可以 就是加强一下说我们在 这个 Google Gmail这个使用经验 那我想这个主题我就先到这边 您可以先稍微试试看